纪录片《老鹰之首》将在月底全台上映 由嘉义女儿赖丽群导演所拍摄 描述早年嘉义莲藕农耕耕故乡 一双双贵收成莲藕而变形的手 让她内心深受震撼 在嘉义县举办特营会 包括县长翁庄良 嘉义县立委陈明文都到现场用行动力挺 如老鹰爪子般蜷缩的手指 忍受常年僵硬疼痛 纪录片《老鹰之首》记录下嘉义县民雄乡 斗牛山农民因早年盛产莲藕 常年挖掘导致手指变形 辛勤的历史印记 嘉义县长翁章良 以及立委陈明文出席特营会感触很深 嘉义官 民荣乡五条山 一些老龙很辛苦 在装的烈烈 都用手 这样去土壳 这样把这个年龄搖起来 才能够体会我们的农民是多么辛苦 在跟着 电影所传达的坚定信念令人肃然起敬 老鹰年迈身躯守护田园 选择留下的年轻人一步一脚印 从头开始学习种植莲藕 为在地西洋产业继续拼搏 透过纪录片永久流传 老鹰之手主要 也是在告诉大家 应该老鹰是在天上会 但是看到老鹰的手 是在我们地里面钻 手的手形都变形 这种辛苦的痕迹 我们了解过去的 真的是两个人做POP 地方明代大力支持 这部嘉义女儿的作品 将在月底上映 希望让更多人看见 属于嘉义的故事 记者综合报道